轻时几缕光阴,便是世间美味。 我是舅舅,欢迎来到时光时味。 今天,我要带大家做一款外皮又薄又酥脆,内里香甜又柔软的香蕉飞饼。 叫它飞饼,是因为制作薄饼的师傅将面团甩飞在空中, 既可以让面团变得很薄,还能为时刻带来美妙的用餐体验,可以说是一门绝妙的美食艺术。 但是,我们要学着把面团飞起来也并不容易。 今天,我就用一个小妙招,来带大家制作不需要飞起来,同样也可以做的又薄又脆的飞饼。 我们准备300克面粉,加入2克盐,将它们混合一下,然后慢慢加入180克的温水。 将面团搅拌成絮状。 像这样,我们就可以开始上手揉面了。 这个面团很软,比较好揉。 我们需要将它揉到完全光滑的状态。 大约需要揉10分钟左右。 像这样,就是揉好了。 我们将它转移到菜板上,再稍作揉捏,整成圆形。 之后,我们将面团平均分成4等份。 把每一份都揉成光滑的小面团。 我们揉捏的时候注意一下,要将每一份面团的光面朝下。 像这样,不断地将外侧往中间折叠揉捏。 就能揉成一个光滑的小面团。 我们将4份面团都做相同的处理。 4个面团都揉捏好之后,我们取出一个盘子。 倒上一些植物油。 挨个放入面团。 在每一个面团上都抹上一层油。 之后,再盖上保鲜膜。 并且将保鲜膜塞入面团间的空隙中。 利用保鲜膜,将每一个面团隔开防止粘连。 然后,我们将面团松弛三小时。 面团松弛好之后,我们在案板上刷上一层油防粘。 实际,我这个揉面垫子本身就是防粘的。 为确保万无一失,我还是刷上了一层油。 之后,我们取出一块面团。 将它慢慢擀压成一个大圆饼。 大约擀到直径30到40厘米左右就可以停下了。 现在我们来开始拉扯饼皮。 从每一个不同的方向往外拉。 动作要轻柔。 饼皮变得越来越薄。 拉起一边,将手伸到中间,把中间拉薄。 大家看一下,这个饼皮已经变得非常的轻薄透明。 这时候,我们来准备一根香蕉。 把它切成薄片,码放在中间位置。 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其他食材。 我们加入少许白糖。 然后,用小刀将较厚的边缘部分切割下来。 接着,我们折叠饼皮。 将香蕉馅料包裹起来。 然后,我们可以拿到平底锅上用油煎制。 因为饼皮本身非常的薄。 而香蕉内馅也不存在煎不熟的问题。 所以,我们在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。 在这里要注意一下, 折叠的比较多层的那一面, 要比单层的那面煎制的时间长一些。 煎好的飞饼,外皮非常酥脆。 之前,我们折叠饼皮的步骤, 使饼皮分为了内外两层。 外层金黄酥脆, 内层白皙绵软。 带着香蕉的香甜口味。 嚼起来层次丰富。 除了香蕉, 您也可以加入菠萝。 菠萍放置一段时间之后, 表皮就会回软。 千万不要错过了最佳的品尝时间。 一起动手试试吧!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, 别忘了点赞订阅以及分享。 我是啾啾, 我们下次见!